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一再地说合作啦 或者是婚姻关系 所以如果最近有新的人出现 来跟你商榷合作的事 或者最近在合作案方面 有一些KK的 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当然诸心进入天平 也意味着这个社会 进入比较动荡的时期 因为它要重组了 尤其是金星现在在冲刺当中 金星在天平冲刺 所以我们对于重组 或者是人际关系 或团体之间的合纵连横的考量 也就特别的多 因为它触动了 所谓人群的这个效应 然后当然也会引发一些 政治的事件 不过所有的人 都是朝向希望和平 跟希望能够 很好的协商的这个方向去 所以外交的人才 可能也特别的夯 特别的抢手 也特别的能够建功立业 除了金星冲刺之外 这一周火星也在处女座冲刺 它也会带给我们比较忙乱的状况 比如说你就会有很多想清理的东西 或想整理的一些比较混乱的角落 不管是工作上或生活当中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有过劳的倾向 比较闲不下来 火星冲刺也意味着火能量比较高张 再一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工作本身比较有危险性 或者是你是操作器械的人 都要万分的注意小心 当然咯 因为火冲刺在处女座 所以处女星座的朋友 把握最后爆红的机会 但是火星也有伤害性了 所以处女座同学也要特别当心 自己不要脾气太大啦 或太过冲动 这一周呢 我们照例还在五星逆行中 不过水星的停滞 也会带来这种不顺的感觉 或者是翻旧账的情况 这个都是我们会面对的 那就让这些效应出现吧 因为我们要修好它 才能往更好的未来奔去 那此外呢 这一周也是太阳跟海王星 对奔向的入向时期 所以咯 我们有可能有一些秘密会被发现 那如果你是名人的话 秘密被发现麻烦就大了 或者是我们被人家提醒 我们潜意识的一些想法 经过人家提醒 你也就会恍然大悟 其实这也是蛮好的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影响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金牛 双子 处女跟天平 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朋友 以工作来说 有升官的机运 虽然是混乱当中的升官 可是一样是蛮值得高兴的 代表你的能力受到肯定 或者是蛮有露脸的机会 接受访问或者糟糕天下都很好 那另一个是双子座 双子星座在工作方面 会有新的企划案出现 而且别人会蛮主动的 对你来说是你有选择权 那另一个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工作方面的 谈合作的几率是特别高的 那很可能你也会觉得 不能光靠自己 可能也很需要朋友的帮忙 所以新的合作案就出现了 这一周是朝向 大家互相配合方向前进 另一个是天平座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 工作方面能够遇到蛮多的强人 所以有强强联手的机会 那你也是强强联手 别人所看重的角色 原因就是你很犀利 所以请保持犀利哦 那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巨蟹摩羯跟水瓶双鱼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请不要钻牛角尖哦 有些问题真的被你一想 越想越是个问题 那状况就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 有时候要跳出来 这个状况比较看更多 那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最近 能够获益于 就是比如说书本啊 或者是一些长辈的教诲啦 所以如果觉得很迷惘的话 不妨就借由这两个能量场 来帮助你协调 那我们来看另一个是水瓶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 要记得感情一定要以柔克刚哦 你太强硬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点都讨不到便宜 反而是你愿意示弱一点 或者是柔软一点 事情就解决了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 桃花运可是相当旺的哦 可能有白马王子 或白雪公主出现哦 对你而言就是 也让你很开心 不管有没有真的告白 你都是开心的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狮子跟天蝎要注意啦 狮子星座的朋友 这一周正财运蛮强的 而且都是能够发挥你的专长 然后理财方面 虽然很务实 可是也颇有成绩 所以你有理财才有理你哦 另一个是天蝎座 天蝎星座的朋友 这一周的金钱运 也是相当旺的 你自带财气啊 最近如果你很抢手的话 就算涨价 别人也是买单的 那最近呢 你也有购物欲望 购物欲望有点强 要特别当心了 不要买太多不该买的 或囤积的东西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白羊跟射手了 白羊星座朋友 健康方面 有老毛病复发的情况哦 或者是你最引以为豪 最不在乎的地方 反而出差错 所以你一向觉得 自己哪里最健康呢 反而要特别在意 另一个呢 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你最近是不是很久 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养生了呢 你的怠惰 或者是稍不注意 或者是over过头的地方 都会出问题 所以最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太多 或者是好久没运动了之类的 那你就要特别当心 把身体赶快协调过来